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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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明镜 的时刻 户部尚书夏园级 出发前往紫禁城 今天我们可以沿着夏园级的足迹 重新走一遍紫禁城 和六百年前不同的是 今天我们可以从五门的正门 进入紫禁城 过了内津水桥正对着的 就是紫禁城内最大的宫门 也是外朝宫殿的正门 明代它叫奉天门 宫门两侧威严的同师 是故宫仅存的明代同师 东侧是宫师 脚踩绣球象征掌握设计 西侧是母师 抚摸幼师 象征子嗣昌隆 雌雄就是阴阳 阴阳和谐是中国文化始终追求的境界 古代王朝 阴阳和谐的最高掌控者是皇帝 皇帝的意志 尤其是那些大地的意志 不可违背 紫禁城落成后不到一百天 雷电击中了紫禁城最高的建筑 奉天殿 引发了大火 华盖殿 锦身殿被烧毁 这让永乐皇帝不得不阴陋就简 选择在奉天门前居行朝会 永乐十九年 也就是公元一四二一年 一个冬天的清晨 永乐皇帝在这里 听到了星河失守的坏消息 在这里举行的朝会 被称之为御门听政 明朝大部分时间的朝会 无论寒暑 都是在奉天门进行 星河失守 对于一位征战了一生的皇帝来说 是不可以容忍的 甚至是一种耻辱 大明王朝要想统一天下 就必须在北方边境 形成强有力的力量 以抵御猛援势力 此时朱棘必须对这个紧急军情 做出迅速反应 来自北方的威胁 把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朝堂上 如果不能击退蒙古骑兵 不能让蒙古贵族放弃打回北京的梦想 帝都北京就始终不得安宁 换句话说 也就证明朱棣的决策是错误的 相反 如果雷霆万军地打回去 打得侵扰者魂飞魄散 北京固若金汤 就能证明天子守国门 不仅豪迈 而且可行 无论是军事上的考量 政治上的运筹 甚至个人权力的谋算 朱棣都不得失落 朱棣的心中已经有了大案 这位马上天子 一生都在征战中度过 平定北方扫除北原势力 也是他一生征战的目标 朱棣决定亲征 天子守国门不是守株待兔 也不是被动防守 朱棣崇尚的是主动出击 永乐二十年春 朱棣第三次北征蒙古 讨传大军从德胜门而出 过居庸关 奔往北方的草原 皇帝清征的消息 产生了震慑力 大军行军走到鸡明义时 阿鲁台避而不战 连夜从星河撤兵 北方边境恢复了暂时的平静 蒙元帝国纵横欧亚 靠的是骑兵 退出中原的蒙古政权北原 依然有令人生畏的骑兵精锐 北方边境的危机 让上午征战 成为大明开朝前一百年的关键词 泰国皇帝朱元璋收藏的 李公林临维艳目放图卷 画卷中有各色形态的马 一千两百多匹 深经百战的皇帝 在画卷上提拔 美思历代创业之君 未尝不赖马之功 今天下定 既不拒暗思危 似得多马目于野骄 有异于后世子孙 在明虎五六年的时候 朱元璋下召在楚州建立马镇机构 因为当年朱元璋皇帝的老家 是咱们楚州下辖的凤阳县 楚州地处长江与淮河之间的丘陵地区 那么现在我们楚州还有很多地名 都是某某草场或者是某某麻场 都是明朝时期官马民养制度一留下来的 朱元璋执政初期 就开始实施严格的马政制度 全国无论南北 从官员到人民 军要为朝廷饲养战马 明朝的马政毁欲参半 他给百姓造成了沉重负担 引发了头脑清醒的官员和士生们的反思 这个政策后来做出了调整 改为一种税收 征税所得用于购买战马 明朝百姓默默地承受了这种代价 朝野上下都明白 如果明王朝失败 北元贵族带着仇恨卷土重来 老百姓的代价更大 朱元璋执手之族缔造明王朝 朱棣积极进去 扩张明王朝 这个从江南水乡出发 穿过中原农耕区 向游牧地带出击的王朝 在永乐年间达到江域席胜 永乐元年 明朝与哈密建立朝共关系 第二年 哈密统治者安克天木尔 授接明朝廷的中顺王丰衡 永乐四年 明朝设立哈密位 在西北边疆 构筑起地狱准嘎尔和瓦剌蒙古威胁的屏障 和历史上的一切大王朝一样 明朝初年的君主既善于打仗 也善于外交 他们知道怎样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主力迁突北京的很重要的一个思想 就是东北 永乐时期 他做了三件事情 永乐七年 在东北地区 除了辽阳 辽东都指挥史诗友 在吉林黑龙江地区设计一个诺尔干都市 永乐十一年 在黑龙江口 建了一个永宁寺碑 永宁寺碑是个标志 就是现在考上海上湾那边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图件 就是说 真正地把在东北设立了中央的国家巨沟 就表示他这个地方是大明王朝的领土 过去封建社会皇帝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开疆脱土 他做到了 永乐十一年 永乐十一年 明王朝的版图 在朱棣的南征北站中奠定下来 据明史地理志记载 即明初封略 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 南北一万零九百里 明朝的江域 从库叶岛到万山石塘羽 从山海关到哈密 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王朝 屹立在亚欧大陆的东方 明朝使者的足迹 无远不见 斯里少剑侯显 是永乐皇帝除政河之外的亲姓之一 他出生在清藏边缘的 汉藏交汇处的陶州 在这里人们习惯于多民族的往来 朱棣选中他去执行最适合他的任务 他被派往乌斯藏 也就是今天的西藏 迎请高僧却被丧步 同一时期 宦官孟记以钦柴大臣身份 前往青海和黄地区 代表皇帝来监督扩建一座寺庙 有编这种碑叫皇帝治愈碑 皇帝治愈碑的话 等于是皇帝的一道圣旨 那么这是哪个皇帝的圣旨呢 这也是永乐皇帝朱棣的圣旨 他在这道圣旨中说 皇帝治愈西林地面 大学官员 军民诸色人等 他说佛法无边 佛教的教育教化世界的人们 大不欺小强不凝弱 徐南寺秉承佛的教育 教化万民 保大明王朝千秋万代 他说所有悉尼地面的 官吏 绅士以及过往的兵顶 对麒潭寺不能横加干涉 要是私人呢 僧人自由修行 祈祷大明王朝千秋万代 麒潭寺 威鹅庄严 重演武殿顶的龙国殿 代表明清官办建筑的最高等级 两亿有成向上炒鼓之势 连坠抄手邪狼 造型端庄的大钟楼和大鼓楼 对质左右 这种格局明显是仿制帝都紫禁城的奉天殿 和两亿抄手邪狼 以及文楼五楼的布局异象 所以这座寺庙也被当地人称之为 小故宫 而这座拥有小故宫之称的庙宇 也被住在紫禁城中的皇帝所青睐 众多皇家馈赠 从紫禁城来到了渠潭寺扎根落脚 多元的中华文化在这里汇聚融合 渠潭寺众多藏传佛教造像 都有大名永乐年师的落块 同流经观音菩萨造像 尤雅微笑刻画细微 神情和菩士是中原的 顶记是藏式的 汉藏融合之风吹拂西北边疆 天下一家的理念在艺术品上鲜活的反映出来 朱棣以佛教的信仰与皇帝的信誉 用地方自制的方式 用册封与赏赐 安抚团结当地百姓 维护了明朝边疆的和谐与稳定 保证了后世百年的安定 同时这种方式也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融合 文治武功是每一位帝王的执政梦想 朱棣也不例外 当即之初他将年号定为了永远太平康乐 这是他的报复 儒家讲究立功 立德 立言 君主不仅要富国强兵 还需要给历史留下一笔文化财富 否则不能进入明军大帝的行列 要想实现永乐 光平定边疆是不够的 可以马上得天下 不可以马上治天下 永乐元年 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的朱棣 开启了一个庞大的文化建设工程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为数不多的 明初书法帖制中 以这一幅字体最为端庄 比比公质稳健 体态朱元玉润 这是汉林学士沈渡所述 他是永乐皇帝最青睐的大才子之一 因擅长书法而步入仕途 永乐皇帝喜欢他的书法 朝中重要的金册玉碟 一切大制作都指定他来书写 古代王朝无不重视书法 字写的是否好看 甚至是唐朝选拔官员的标准之一 到了明朝 官方对书法的口味趋于单一 甚至僵化 瀋渡书写的字体被称之为台阁体 这种字好处是工整精致一丝不苟 坏处是千人一面千篇一体 已经失去了书法的自由奔放和个性洒脱 不过对于印刷出版来说 规矩的字是最合适的 正是这端庄严谨的字体 一笔一画组成了中华文化历史上 最大的一套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 在如今的中国国家图书馆 收藏着这部涵盖了中华民族 数千年知识财富的永乐大典 目前存世的四百多册桌 有二百二十四册 成为国家图书馆的正馆之宝 五十点三厘米高的宏大开本 时刻提醒阅读者 这是盛世的花章 明黄的书皮包裹着 简素灿如雪的白棉纸 桑树皮和楚树皮 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皮纸 纸张厚实一余书写 正文中字体乌黑方正 圆润光洁 工整统一 永乐大典的编撰总裁 是内阁大学士谢晋 他十九岁就高中进士 更是朱元璋时期就认可的大才子 行云流水的书法 奔放洒脱 跌宕不济 这幅由七星岩诗叶 是谢晋被贬广西 游览桂林七星岩诗即兴所作 字笔行间里 不难看出这个人的傲气 三十四岁的谢晋主持修订 如此浩瀚的工程 仅仅花了一年的时间 就将书编撰完成 命名为文献大成 自信满满的谢晋 拿给永乐皇帝过目 然而皇帝并不满意 朱棣想要的是一套 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化知识财富 被极为一书的百科全书 而谢晋只是编转了一部 儒家霸权 后来朱棣劝说早已退隐寺庙的 心腹姚广孝重新出山 姚广孝则将编转队伍由原来的一百多人 扩充到2169人 有名医 名僧 书画家 戏剧家 做过各种职业的杂家 都可以参与其中 永乐五年冬 天字第一号工程竣工 这部前所未有的大书 收纳古今图书七八千种 共两万两千九百三十七卷 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 三点七一字 朱棣为这部新书 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 永乐大典 秉座续说 唯有大混一之时 必有一统藏书网之制作 所以其正治而同封锁 续百王之传 总历代之典 永乐大典 成为传世之作 也成为朱棣 历史功绩的文化组政 永乐十九年 这部矿市巨柱 跟随着永乐皇帝迁都北京 它先是放在紫禁城奉天殿东侧的文楼内 后来又转存到文渊阁 我们今天看到的文渊阁是清乾隆四十一年修建 明朝文渊阁大致位置在今天文化殿南村 在明代 这里不仅有储存图书典籍的职能 还是文官集团的义政中心 朱元璋建立的明朝 颠覆了数千年来承袭的文官制度 也许是对于权力的恐惧 也许是对于权力的贪念 他取消了宰相 项权由皇帝接管 这样做固然能够避免 威胁皇权安定的权臣出现 但坏处也很明显 皇帝不得不处理海量的事物 故此失彼劳心劳力 朱元璋设立了内阁大学室 以侍从顾问的身份帮他分担政务 实际之能相当于文秘 经历过残酷战争和权力斗争考验的朱元璋 绝对不会让任何臣子 获得真正的决策权 朱棣继承了朱元璋的治国理念 但改进了父亲的机制 他选拔汉林院官员谢晋 胡广 杨荣等能干官员 任命他们为殿阁大学室 在文元阁日常值班参与政务 这个常设机构被称为内阁 新的权力逻辑基于新的权力架构 朱棣亲自掌握原来属于宰相的决策权 义政权则分给内阁 行政权分给六部 地方上设立三司 分管司法 军事 行政 三司各自独立 直接对六部负责 永乐中后期之后 内阁权力逐渐加重 开始兼任六部尚书 成为了皇上最大的智囊和决策层 在主体掌控之下 内阁与六部各司其指 国家最高行政命令 从主进城发出 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 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 藏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在明朝啊 比元朝 比其他朝的 驿站比较贵繁华 明朝的驿站特别起作用的 是边缘地区的驿站 一个国家驿站 用现代的 贵南的 现在它不仅仅是交通问题 驿站既有交通 因为你到驿站 一半都要修条路 所以不仅仅是交通问题 是国家传达证明 输送物资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紫禁城中轴县上的秦安殿内 供奉着道教中的北方神 玄天上帝 又称真武大帝 这尊真武大帝像 被认为长得像朱棣 有永乐像 永乐皇帝自诩为真武大帝 五百岁之后的再生之身 认为是真武大帝协助自己 取得了静难之意的胜利 他将真武大帝像 安置在紫禁城的中轴县上 永远守护着他的帝都 以及他的帝国 朱元璁和朱棣尼儿俩 实际上都有一个从南方 往北方打的过程 这打的说呢 这尼儿俩都说过 曾经亲眼看过 甚至感受到过 这真武大帝对他的军队的忽悠 在中国文化里 北方属水 真武大帝还兼职水神 是紫禁城的消防员 然而即便由北方的神坐镇紫禁城 北方草原依旧是动荡不安的 永乐二十二年 距离第四次北征回师 仅仅两个月 达达阿鲁台部再次南下 侵犯开平位进击大通 诸弟子迁都之后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 连续出征三次 每一次都大获全胜 但诸弟毕竟不是真武大神 他使人间烟火 没有金刚不坏之身 也不能对抗自然规律 此时的诸弟已经六十五字 身体越来越差 面对达达人的挑衅 他不得不再一次披挂上阵 这次远征徒劳无功 明军没能捕捉到达达人的主力 在一番武装大巡游之后 不得不撤回 此时最重要的不是歼灭敌人 而是让病逝沉重的皇帝陛下 能够回到北京 就是这个愿望 也无法实现了 远征大军回到于牧川时 六十五岁的朱弟黯然离世 再也无法回到他引以为傲的紫禁城 朱弟的时代过去了 明王朝的扩张时代过去了 朱弟的眼光和胸襟 超越了中原 超出了长城和大海 包容了农耕 游牧和海洋 三个文化板块 他击败了蒙元帝国的子孙 却继承了这个帝国的开阔气象 可是他麾下的官僚集团 却未必理解他的梦想 六百年后 我们来看这位紫禁城的缔造者 不得不承认 他虽然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的一个 但是他却有着迥然不同于其他帝王的气质 朱弟给后人留下了一意孤行的任性 与性格残暴的说辞 但不可否认 他为子孙后代打下的基业是坚固的 可是他的子孙却并没有延续朱弟的志向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初二 从于牧川军营赶回北京的杨荣 向皇太子朱高赤通报了朱弟驾崩的噩耗 太子悲痛欲绝 立即做出决定 让皇太孙朱瞻基前往于牧川 迎子宫回鸾 八月十五日 这位虚胖孱弱的太子继位 成为洪西皇帝 激流奔腾的英雄时代 结束了 大明王朝迫不及待地想安定下来 朱高赤和父亲不同 太不同了 他不但叫停了远征和远航 甚至想要放弃天子守国门的活策 他也不喜欢北京 计划还都南京 朱弟的一切雄徒大略 在他尸骨未寒时 就可能付诸东流 但是一种偶然性的力量 按下了暂停键 洪西元年五月初时 公元1425年 仅仅登基不到九个月的 洪西皇帝朱高赤 驾崩于钦安殿 吉祖父与父亲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朱瞻基登基 称为了宣德皇帝 文华殿 曾经是明朝时期皇子们的学堂 如今这里成为了故宫博物院的书画馆 观众能够通过在这里整出的众多珍贵书画作品 与古人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2021年 在文华殿展出的庙堂遗范 故宫博物院藏历代人物化特展 我们领略到了宣德皇帝朱瞻基的风采 明宣宗涉猎屠轴 写实地记录了朱瞻基出游巡猎的一个瞬间 他下马回首张望 首妾涉获富商猎物 鹿 不远处 并由野鹿攻身 惊慌奔尺 形象十分生动 这位新皇帝早在16岁的时候 就随他的祖父朱棣出征草原 攻马贤熟 勇敢果断 年轻的朱瞻基绎继位了 但祖父留给宣德皇帝的基业 隐藏着权力危机 历史似乎有重演的可能 宣德皇帝上台都不容易 他在搜索什么互相政权 走路上搞暗杀 共典社会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这个皇帝有没有作为 你看祖父他那么有作为 你没打仗 他倒反没有什么这些论七八糟的事 到了后面这些皇帝吧 他互相自家 共庆政变也好 互相自这种一谋独权也好 这些共庆斗争也来越复杂 宣德皇帝继位前 他的二叔汉王朱高旭 想效仿他的父王再来一场静难之役 只不过朱瞻基不是朱允文 他千率十万大军南下亲征 大军兵临丞相 汉军土崩瓦解 朱瞻基几乎兵不写任 就取得了胜利 汉王朱高旭被押回北京 幽进逍遥城内 三年后被除以急刑 明朝初期存在了近半个世纪的藩王问题 在宣德时期被彻底解决了 朱瞻基面对的是永乐年间 南征北战等规模空前的消耗性活动 所导致的财政超复合状态的国家 宣德皇帝还在当太子的时候 目睹过流民的悲惨 甚至百姓疾苦 他继续了父亲的守城之夜 将永乐时期的种种工程停止 一改扩张政策 整个国家开始休养生息 朱瞻基没有放弃北京 明朝的都城永久留在了北京 天子守国门成为祖训 国策和故事不可动摇 2021年5月 故宫博物院陶瓷馆 在五营殿向游客开放 从甄选出来的故宫藏瓷中 可以窥视到一个王朝的气质 这件仿乳幼蟋蟀罐 外壁是天青色仿乳幼 幼面银润开细碎片纹 烧至于景德镇御瑶厂 早在永乐年间 景德镇瑶就开始仿烧宋代明瑶瓷器 但仿乳幼瓷 只有宣德时期才产出 这除了因为宣德皇帝喜欢斗蟋蟀以外 与宣德皇帝当时的政策有关 宣德皇帝登基后 下令次第放免一些 为朝廷工作的手工业者 无论是为仁宗皇帝修建陵墓 还是修复南京宫殿者 一律不得以任何借口扣押工匠 在宣德时期 几乎有一半的工匠都得以放免 手工匠人不再为朝廷卖命 他们解除人身衣服 获得相对自由 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生产 制造更多精品 满足市场的需求 明代永乐宣德时期 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说洪武时期的景德镇玉瑶瓷器 上过多保留元代瓷器体大厚重 装饰繁荣乳 工艺较为粗糙的遗风 那么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玉瑶瓷器 则完全摆脱了元代瓷器的影响 开创了以器物大小适中 胎体厚薄适度 装饰文样书朗 文人气息浓郁等特点的 御用瓷器新风貌 这一风格的行程 与擅长丹青 深谙艺术的永乐 宣德皇帝的审美趣味 有密切关系 朱瞻基是明代皇帝中 艺术修养较高的雅士 他的传世之作 现在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绘画是宣宗的一大爱好 他亲力亲为 带动了明王朝这个时期的文化艺术繁荣 他是中国书画史上第一位画老鼠的皇帝 在民间传说中 鼠和瓜被誉为多子 分别象征着人丁和财富 所以瓜和鼠 利和鼠的组合 常常寓意着多多得子 早早富足 宣宗的画鼠代表作品为 《苦瓜鼠图》 与其他的鼠实力图和实力图两幅画 合并称之为三鼠图卷 宣德皇帝爱猫 他不仅在紫禁城养了上百只猫 还喜欢画猫 他赋予猫一种政治含义 湖中富贵屠州 右侧有杨士奇的长靶 其中有一句写道 君臣亦得上下相扶 朝无象蜀之刺 也无硕蜀之污 则似猫也 正宁有猫一样的贤臣存在 朝野才无象蜀 硕蜀之汉 朱瞻基将湖中富贵屠州 赏赐给杨士奇 勉励自己和臣子 克敬君臣之责 而杨士奇 则在屠州中 表明自己君臣亦得的忠心 在宣德皇帝身边 文有杨士奇 杨荣 杨普 简易 夏园吉 无有英国公张府 这些忠臣良将 小心翼翼地 帮助他维持着 来之不易的盛世局面 尽管朱瞻基只当了十年皇帝 不能和太祖创立基业 及成祖拓心经营的工业相比 但他却是个能保持已有成就和业绩的君主 古代官方史书 概括的盛世 多有亿美之处 在这样的盛世 老百姓顶多是负担轻一点 不至于饿死 不至于像乱世那样 颠沛流离 哀鸿遍言 人宣之志的基础 在于朱元璋和朱棣打下来的广阔江户 留下的文治武功 朱高赤 朱瞻基父子的顾线在于 及时转型 修养生息 既要继承先帝留下的成果 又要隔除先帝的避关 克制统治者的欲望 让老百姓修养生息 让社会和市场得以发育 这是六百年历史的早期篇章 紫禁城里的君主和将相们 管理着幅员辽阔的国度 要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 应对多元的外来潮流 他们的盛世 能持续多久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名其台형那乎 高山 仰止 高山 养止 帝 Seeing王之 为我 信王之 五天 舍日 〃惩即徒指 年 海 奔月 万物 藻似 天生不值 辭朝尘泰 回天 我天下是 是我们已赴荡官 是我们坚持到底 是我们改天换地 等待着前落无庸 有一天都有中庸 在深渊长出翅膀 等待一个飞龙在天的梦 前落无庸 有中庸 高山 阳枝 为我 兴亡枝 古天 舍日 礼儘 徒指 天海 奔月 万物 草子 天生 孤芝 明朝成台会等我天下诗 明朝天离光度日复一律 是我们已赴荡官 是我们坚持到底 是我们改天换地 等待着前落无庸 有一天都有中庸 有一天都有中庸 在深渊长出翅膀 等待一个飞龙在天的梦 前落无庸 前落无庸 都有中庸 在深渊长出翅膀 在深渊长出翅膀